爸爸去哪儿第六季 上周就已经在名下林川开始录制了 除了鲍贝尔妇女 陈小春父子 耿乐父子和杨硕及一双儿女 这几组明星家庭之外 范城城 碧文俊 作为实习爸爸 也是惊喜现身 00年出生的范城城 刚满18周岁 在节目中担任实习爸爸的身份 也是引起了一众网友的热议 自己都还是个宝宝呢 能担当得起当爸爸的重任吗 毕竟要想当一名合格的奶爸 需要GAP的技能可不少 作为范城城的粉丝 有网友还说范城城成熟稳重 很有责任感 而且参加过多当综艺了 相信他一定能做好 然而就有网友问道 本来就是一个爸爸带儿子的节目 范城城各位成年人 却难道不是去当儿子吗 之前陈小春的儿子 在第五季中就圈了不少粉 这一季的回归也是让老阿姨们都非常期待 但是因为范城城的加入 网友却开始转变态度 认为他是毁了一盘好菜 其实无论如何 都不可否认年轻小哥哥带娃 是一种新鲜事 实习爸爸的存在 也是成为了野报热度的关键因素 这从之前的登轮就可以看出来 看多了明星爸爸带娃 小哥哥带娃这样的视觉体验也未尝不可 相比于另一位年龄差不多的实习奶爸碧文俊 之所以范城城受到的争议更多 除了年龄上的问题之外 更有环绕在他身边的范冰冰姐姐光环 当然从小就在质疑生中长大的 他在参加偶像练习生的时候 也是在歌中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姐姐的光环 刚从偶像练习生中出道 便开始陆续参加综艺 增加自己的名气 他想让别人知道 他是因为范城城这三个字 而非姐姐范冰冰 毕竟范城城也一直在努力着 能不能当好这个实习奶爸 也要在节目播出才可以知道 我们也不能就此下定论 因为他年纪小就否认他的能力 易阳千玺同样是18岁的孩子 当时录制这 就是节目之前 他也是备受争议 然而 因为在节目中表现出的专业极暖心 也是让众多网友被皮奥叶打脸 虽然说范城城没有当过爸爸 才在娃技能上 与多卫生爸爸不能匹敌 但是在潮流亲自搭赏 小哥哥一定不会说呢 现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